隋唐老师,徐孝德先把女儿嫁给李世民,后来又把女儿嫁给李世。 隋末唐出的时候有个家伙,叫徐孝德这个家伙,特别善于炒作他有一个女儿,名叫徐慧徐孝德发挥特别能炒作的专长对外宣传,徐慧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了别人家的孩子是七座八爬半岁生涯, 别人家五个月的孩子做都做不起来,他家女儿五个月就会说话了不管,你信不信我反正觉得是炒作。 徐吉于徐孝德的女儿徐慧五个月会说话四岁就能读同论语,那论语,那是圣人言圣贤书啊,王某不才,虚度光阴三十七代,都不敢说读得通孔圣人的话,只敢说我学过孔圣人人。 那教会,人家俱慧是神童中的战斗机啊,四岁就能,通,论语不但能通论语还能通诗,此时点出新唐书语,太宗先非徐慧。 湖州长城人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,是,徐吉于徐慧四岁就通,许多如生好守穷经都读不通的紫约诗云圣人言,到了八岁就更加不得了更加了不得了他居然可以自己写文章。 了像当年,我八岁的时候还在学新音,字母和个位数家简法组词,造句,都不利索,人家俱慧每没八岁就能写文章了。 徐晓得拿着八岁的女儿写的小删篇,满世界宣传这下好了徐慧的方明远播名声,都传到唐太宗耳朵里了唐。 太宗李世民听说大唐朝有这么一个习女子自然是心向往之,古代的时候,皇帝可以三宫六任李世民,喜欢一个女人,只要一纸诏书,就可以把她招进宫中,李世民把徐慧招进宫中,给了徐慧一个才人的位置。 孝德大经之不可言于此所轮着遂圣传太东门之赵魏才人,李世民唐朝初年的李治皇后的位置最高接下的四妃,并称赐夫人接下来酒,是酒瓶接下来,就是杰鱼接下来,就是美人接下来才轮得到才人才人在。 宫中的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很低徐慧进宫,之后混得并不是很好的,是她毕竟是从小接受父亲的训练,使得她颇有文采。 李世民喜欢长孙皇后那种文采,过人的女性徐慧颇有文的谎,后一封她凭借着出色的文采,赢得了李世民的喜爱。 后来被李世民进封未充,荣长孙皇后充荣,是九瓶之一唐朝的九瓶分别是,朝仪、朝荣、朝怨、修仪、修荣、充仪、充荣、充怨,考虑到此时的李世民人进黄昏,她的嫔妃大多人老色衰。